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3月22日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燃油锅炉是重要的PM2.5排放源 推广捷径能源 台中市政府补助企业改装天然气锅炉 来取代燃煤燃油锅炉 目前已经有17家企业完成改装 希望加速改善空气品质 台中市政府宣布扩大补助对象 并将金额上限提高到50万元 台中市长林佳龙表示 目标在两年内完成80家以上的企业改用天然气 台中市政府首创补助企业将燃煤燃油锅炉 改为天然气锅炉 更在104年订定了补助要点 累计至今已有17家企业改装完成 为了提高效益 市府金发局这天举办计者会 宣布将扩大补助对象与金额 判能有效降低固定污染源 扩大补助的对象 我们希望说在两年内可以有新增80家 去年大概已经有17家 那我们希望说第一波呢 尽快的来完成 那么这个效果可以呢 有效的降低空气污染 包括PM2.5 每一年大概降低14吨 那流氧化物是250吨 那这个创新的政策 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来参考 推广到全台湾 目前被列为优先推广的企业 共有116家 将补助各企业50万 相当于三分之一的改装成本 并协调新中 新张 新零三大瓦斯公司 替实施锅炉燃料转换的企业 布设天然气管线 判借由这样的优惠 鼓励许多较早成立的工厂 借此贷款设备 工业区成立的话 大概民国63年左右 那这期间应该时间应该很久了 那大部分的工业区的厂商都是 他们在工业区里面的过路 都是有久了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话 配合政府的政策 然后市政府有一些补助的金额 还有瓦斯公司 他们能够全面的来布线 目前的话 大家都有一些企业的共识 因为大家工业区都认为是自己的工业区 那希望把这个附近的居民 原来一直在诟病的一些工具污染的问题 能够大量的降低下来 政府经发局表示 燃油锅炉是重要的PM2.5排放源 如果未来这116家企业 全数改用天然气锅炉 每年预估将能够减少14吨PM2.5 及250公吨的硫氧化物 大规模降低污染排放 维护台中空气品质 5个区域 6个区域 1个区域 直接遗充 追加 同时 4个区域